但是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我打完电话之后 我把手机关机了嘛 因为我觉得他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闹 我很烦 我就把手机关机了 就嫌烦了 他就直接一个电话 打过去我室友呢 他就去骂人家 你骂人家室友干什么 我当时我也不是无缘故 就要骂他室友了 因为他把手机给关机 我找不上我着急嘛 我怕他有什么事 然后我就打他室友 那我就想问一下他情况 是不是还在呢 结果我当时就听到 他室友在那说 可能是他们打游戏就输了 我听到他室友在骂他 骂他白痴没脑子这些 那我当时我听到了 我肯定生气啊 我也没有想太多 直接就说了他室友两句 你替他出头等于 对 他因为这件事还怪我 说我不给他面子 然后他在他朋友面前揪脸了 看出来了吧 谁是亲人 个傻小子 可是我们男生之间打个游戏 互相说几句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你骂人家什么 说你这么小气 难怪找不上女朋友 你倒是说开心了 那我怎么跟别人相处啊 我当时我也不是气吗 你说当时要是旁边 有个人骂你女朋友 你第一时间 你还想去搞清楚什么事情 你不是第一时间 去出来维护我吗 你还为这事还在说我 那我也得分是非对错呀 这事就过了 不分了啊 还有别的事吗 就还有一次 因为我那天 已经给他打完电话了嘛 然后我就想着说没事了吧 我正好有一个朋友嘛 叫我去喝酒 去酒吧 他过生日嘛 那我们就去了 我手机也没电了 我就放在寝室里边充电 之后我第二天回来 五十多个未接电话 一百多条微信 他就总是不能理解 我手机也没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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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机也没电话了